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大妈夺舍角色 元神时尚最顶级美感空降角色 其意直下,鬼元神新角色艾梅丽艾攻略 掉相思角色全面评测 不,这种角色就该多出 坚决支持元宝坚持自己 元神,艾梅丽艾详细攻略加零减六命测评 燃烧铁器开端,是否值得抽取 加入老阵容有提升吗? 这是艾梅丽艾的零到六命的角色测评和玩法教学 艾梅丽艾的定位是后台输出角色 伤害倍率高且操作简单 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本期视频中艾梅丽艾的角色配装 方便大家对视频中角色的伤害进行参考 90级艾梅丽艾加精炼衣的90级专舞 目前艾梅丽艾使用的是侠师事件套 攻击杀草伤杯爆伤头 视频的基础讲解部分均以零面艾梅丽艾做展示 技能等级1-9-9 在双火队中攻击力2483 暴击率663 暴击伤害220 本期视频分为技能天赋详解 元素附着测试及阵容推荐 配装加点推荐 命座提升四个部分 大家可以根据目录进行跳转 同时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大家记得帮忙点点赞 十分感谢 首先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梅丽艾的技能 艾梅丽艾的普攻实战中打得很少 虽然有六命班加艾梅丽艾战场的玩法 但它的定位主要还是后台输出 所以普攻就不做过多提及了 异技能对前方的敌人造成草原素范围伤害 并且在角色前方创造一个楼灯之侠 楼灯之侠的存在时间是22秒 异技能冷却是14秒 并且再次释放就可以换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把异技能理解为全程存在的后台技能 楼灯之侠是分为一阶和二阶的 刚被创造时为一阶 一阶灯如视频展示 会间歇性对周围敌人发射存入方吸 存入方吸在怪物距离极近的时候 可对多只怪物造成伤害 若怪物体型偏大 或怪物之间距离稍远 则基本可被视为对单伤害 一阶灯产生的存入方吸 伤害频率 技能倍率都很低 且所敌范围较劲 所以实战需要让艾梅丽艾的楼灯之侠 尽早升阶和维持在二阶 升阶机制如下 若灯周围存在燃烧状态的敌人 敌人身边就会每两秒 至多产生一枚香蕴 香蕴是可视化的绿色小草外观 会被柔灯之侠萃及 灯识别燃烧状态的敌人 距离较远 如视频所示 在一阶灯无法所敌到的距离 出现燃烧状态的怪物就可以产生香蕴 如果场上存在多个敌人 只要有一个敌人燃烧 香蕴就会产生 随后被萃及 萃及一枚香蕴后 灯周围会出现两个花孤朵 当萃及两枚香蕴后 灯周围有四个花孤朵 此时柔灯之侠则称为二阶 二阶灯发射存入方吸的频率 与一阶灯一样 但是会在发射存入方吸时 额外发射一次 且造成的伤害 比一阶灯高很多 并且可以识别到 更远的怪物进行锁敌 经过我不停改变灯的位置进行实测 发现灯可以识别到燃烧怪物 并且产生相运的距离 与二阶灯存入方吸的锁敌距离 基本一致 二阶灯锁敌距离理想 加上艾美丽艾的异技能 冷却只有14秒 亦可以清除旧灯 召唤新灯 所以实战 基本可以保证 你想打到的怪 灯都能打到 不过灯的机制也是有缺点的 在一些需要集火单只怪的场合 就不是那么智能了 而且存入方吸在野外 会像奥兹一样 锁敌到火把 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如果再次使用异技能 会把二阶灯重制成一阶灯 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大招 会对这个机制作出补证 我们后面再说 这里顺带讲一下 艾美丽艾固有天赋一的效果 天赋一和柔灯之霞是挂钩的 每当柔灯之霞 萃及两枚相运 就会发射 轻入相分 攻击目标 造成草原素范围伤害 此伤害倍率是固定的600% 算是一个高倍率的队群技能 所以怪物能否高频保持燃烧 相运能否稳定产出 会较大程度 影响艾美丽艾的伤害 伤害方面 在双火队中 目前我使用的艾美丽艾二阶灯的 单次存入方吸的伤害 是暴击1万到1万2千左右 而一阶灯存入方吸的伤害 是暴击3千到4千左右 之所以伤害不固定 是因为艾美丽艾的固有天赋二 艾美丽艾对燃烧状态的敌人 造成的伤害会提升 每1000点攻击力提升15% 最多提升36% 翻译一下就是 艾美丽艾面板攻击力2400 及吃满此次天赋 而在刚刚的视频素材中 大家会发现 怪物并不是全程燃烧状态 当草元素燃尽后 怪物恢复成火附着状态 那么这次给怪物挂草 使怪物进入燃烧状态的存入方吸 是吃不到天赋二加成的 在队伍中 只有艾美丽艾一个挂草角色时 实战会造成一点点伤害损失 但在总伤中基本可以忽略 同时艾美丽艾的异技能 虽然是个抬手释放的后台技能 但是实测不锁面板 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艾美丽艾从奔尼特圈中走出时 伤害明显下降 最后看一下E的惨球 艾美丽艾释放E技能 造成伤害的瞬间 是不惨球的 惨球机制为 从纯路方吸 第一次造成伤害开始 每两轮造成伤害 踩E颗球 并且一阶灯和二阶灯的惨球 都遵循这个机制 关于E技能 我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看一下艾美丽艾的大招 其效果为 暂时回收场上的楼灯之侠 同时创造楼灯之侠三阶 攻击范围内的敌人 最多下降9枚香露 范围大小 为地上绿圈的大小 注意技能描述是 每0.7秒 同一名敌人 最多被选中一次 但不是每0.7秒 命中一次 所以 如果怪物挨得很近的话 同一只怪物会被多次命中 比如视频中 这只小怪 就被大招 连续命中到血条消失 如果是面对 怪物体型较大的单只怪 虽然该敌人 也是每0.7秒 被选中一次 但是 为选中该敌人的香露 由于敌人体型较大 所以也可以命中 造成不止三次伤害 比如该视频素材中 大招就命中了7次 后来我又经过了多次测试总结 得出的结论为 如果大招范围内 只有一名敌人 则是三枚香露必中 其他香露 根据怪物体型大小 随机命中 如果大招范围内 有多名敌人 则选中较为随机 怪物越聚拢 伤害效率越高 越分散 则伤害效率越低 同时 艾美利埃的大招和异技能 一样不锁面板 艾美利埃开大后 从班尼特大招中走出 伤害明显降低 关于大招的伤害机制 就是这些 同时大招还有一些其他机制 如果开大前 场上没有楼灯之侠 大招结束后 就会在原地 召唤一个一阶灯 如果开大前 场上有楼灯之侠 则大招开启 会暂时回收它 大招结束后 再召回完全相同的楼灯之侠 并且重置楼灯之侠的位置和时间 士兵前面有说过 如果楼灯之侠二阶的情况下 开了异技能 楼灯之侠会重置为一阶 那么实战中 如果循环允许的话 我们就最好用大招 刷清楼灯之侠的位置和时间 而不是用一 关于贵有天赋一 天赋二 在讲元素战技的时候 都有讲解 天赋三 同样为战斗天赋 其效果为 楼灯之侠存在于场上时 队伍中 所有角色 对燃烧伤害的火炕 提高85% 经过实测 原本一跳 851的燃烧伤害 在灯霞被召唤后 变为193 所以说 此天赋是给 队伍生存端提供的保障 看到这里 大家会发现 艾梅丽埃 多数技能的触发条件 就是以场上 存在燃烧反应的敌人 为前提的 并且艾梅丽埃 所有技能设计 都是为了打伤害 不像草神 水神等角色 有其他增伤能力 那么很多观众 会第一时间想到 是不是这个角色的阵容搭配 会非常简单 满足主副C齐全 并且均为火草角色就行了 先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艾梅丽埃不只能玩火草队 它还能加入燃烧 融化队 或者带低频挂水角色的 列战放队 现在我们来到 本期视频的第二部分 角色元素附着测试 及阵容推荐 首先是对艾梅丽埃 加入雷火共存的 超载队的测试 我们选用前胎火C 可力加后胎雷C 菲谢尔 加艾梅丽埃进行测试 元素附着情况为 菲谢尔的奥兹 一旦进行雷附着 就会影响燃烧反应的持续 就算能把草元素 转变为菲元素 让艾梅丽埃部分伤害 打出灌激化 由于艾梅丽埃挂草频率 并不算高 所以菲元素 也会间歇性消失 最终结果就是 艾梅丽埃打激化 是带来了部分伤害数字的提升 但是中途断燃烧 也会损失一些伤害 并且现在的超载队 也基本是带下握垒的 纯雷火队 没有草元素加入的必要 所以无论是从艾梅丽埃自身机制设计 还是从他加入超载队的提升来看 都不推荐这类阵容组合 接下来我们看纯火草燃烧队 这类阵容非常好理解 队伍模板可以是火属性战场C 加艾梅丽埃 加潮火属性后台角色 或者风系减抗角色 加班尼特 也可以是潮属性战场C 加艾梅丽埃 加后台挂火角色 加班尼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原本仆人 加钟离火万叶 加香灵 如果经过伤害计算 发现加入艾梅丽埃的阵容 和老阵容相比 无法带来明显伤害提升 其原因是 艾梅丽埃作为新五星后台副C 伤害表现确实不错 但是没有任何增伤辅助能力 而且原神从开服到现在的 所有火属性角色 都没有所谓的燃烧战魔 简单来说就是 以满分100来算 不在燃烧有一定覆盖率的队伍中 艾梅丽埃出不了场 而一旦燃烧覆盖率足够 就是120分 而现在所有的火C 都是打蒸发 纯火 超载等队伍表现是100分 而在燃烧队中表现只有80分 也就是说 这个角色的设计 很显然是在等后续 有燃烧反应为条件的角色 作为队友 但是从数据表现来看 目前版本 他在满足燃烧覆盖率的队伍中 已经很能打了 那么草属性战场C的队伍是同理的 目前海哥 提纳里 两个草属性战场输出角色 都是有精通转模的角色 打万机化才能发挥其最大优势 纯燃烧队伤害也不错 但是明显有备于角色设计 推测 同样是等后续版本 新草属性输出 加入这个队伍最优 接下来看燃烧融化队 阵容思路是搭配前台冰C 加艾梅利埃 加后台挂火角色 加班尼特 经过数据计算 带艾梅利埃的队伍 伤害和带草神的队伍相比 略高一些 综合体验下 带艾梅利埃的阵容 相比于带草神 在对单伤害和转火效率上 都做出了一定的优化 而带草神的阵容 更倾向于提升莱欧斯利 自身的伤害 个人感觉 戳艾梅利埃后 这类阵容体验 会有一定的优化 但不算完全刚需 最后 看一下带低频挂水角色的 列战放对 阵容搭配思路是 只要怪物燃烧 可以高频保持 艾梅利埃实战中 丢的伤害就很少 所以我们选择艾梅利埃 加低频挂水后台角色 如水神加高频前台 或后台火C 加班尼特的阵容 实测下来 该阵容有一定的强度 毕竟带了水神和班尼特的队伍 伤害肯定不会低 问题就是 这个阵容中 带艾梅利埃和草神相比 并没有完全的不可替代性 如果要找到不可替代性的话 就是满命班尼特 搭配艾梅利埃时 他自己就可以战场挂火 三号位队友的选择 会更加自由 总结下来 艾梅利埃的阵容搭配原则 就是保证怪物高频燃烧 战场后台角色 合理搭配 如果实在是缺角色 按照以上原则搭配即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艾梅利埃的武器和剩余物选择 首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经过实测和计算 如果想用一斤的成本 提升艾梅利埃的伤害 后专五是不如抽一命和二命的 一命的提升 经过实测和计算 理论伤害提升 可达37%左右 即使你的艾梅利埃 用一个不怎么适配的四星武器 也建议先抽一命 充能方面经过实测与数据计算 艾梅利埃堆充能 保证每轮循环都开大 与部堆充能 大招随缘开启 在长线战斗环境下差距不大 而单草队中 艾梅利埃想保证 每轮开大的话 所需的充能又很高 所以个人建议充能随缘 尽可能堆双爆 攻击力即可 武器方面 以燃烧队为模板 计算了艾梅利埃 可能会用到的多把长眠武器 专武仍然是艾梅利埃的最优结武器 其次是护魔和吸灾 合不冤合护魔 理论是吃不满的 但是作为五星武器 表现仍然出色 用仆人专武的话 记得重击起手 给自身套上生命之气 但是需要注意 生命之气 是会被队伍中治疗角色奶爆的 所以在一些队伍中 仆人专武并不好用 如果没有以上武器 可以选择其他攻击 双爆向的武器进行过渡 圣灵物方面 同样是以燃烧队为模板 击散了艾梅利埃 可能会选择的圣灵物套装 当队伍中有角色戴四草套时 艾梅利埃无脑选择 瑕疵四草套即可 如果没有其他角色戴四草套 则他自身戴四草套 与瑕疵四草套差距不大 由于天赋一和大招 吃不到剧团四加成 所以剧团四 理论表现和上面两套圣灵物 有一定差距 如果以上套装都没有 可以选择2加2进行过渡 主持条 推荐攻击杀漏 草伤碑 根据双暴均衡原则 选择暴击或暴伤头 剧石条 优选双暴和攻击力百分比 试选固定攻击力即可 视频最后来到命之座提升板块 艾梅利埃一命的效果为 使异技能和固有天赋一的伤害 提升20% 并且在附近敌人触发燃烧反应 或者角色对燃烧反应的敌人 造成草伤时 每2.9秒 至多额外产生异枚相运 相当于提升异和鱼勋伤害的同时 增加相运获取途径 鱼勋的伤害频率得到提升 经过实测和计算 一命的提升量非常高 综合提升量在38%左右 所以纠结抽一命还是专武的话 无疑是抽一命的 二命效果基本可以视为 只要艾梅利埃造成草伤 就会减少目标30%的草抗 根据艾梅利埃是否带草套 自身伤害提升在22%左右 同时注意 这个命座会在队伍中 有其他草属性输出角色时 为其带来争议 如果是草C搭配艾梅利埃的话 二命价值会更大 三命提升异技能等级 伤害提升9%左右 不做过多讲解 四命增加大招的持续时间2秒 且降低单名敌人被选中间隔0.3秒 由于本身大招只持续2.8秒 且选中敌人间隔为0.7秒 四命提升了近60%的大招伤害持续时间 并且使其对单能力大幅提升 以对单目装为目标做计算的话 四命使艾梅利埃伤害 提升9%左右 五命提升大招等级 伤害提升4%左右 不做过多讲解 最后看一下六命 其效果为艾梅利埃释放战技或大招时 可获得相继留住BUFF 使艾梅利埃普攻或重击 转化为无法被附魔的草元素伤害 伤害获得提升 并且每次普攻或重击 可产生一枚香韵 可使灯霞快速升接 同时提升余薰的伤害频率 相继留住 效果持续5秒 或者产生当4枚香韵后便会结束 每12秒可触发一次 实在效果就是 艾梅利埃每轮循环 就有一次速切爆发的机会 视觉效果上看 伤害非常爆炸 在数据计算下 也是带来了25%左右的伤害提升 简单总结一下艾梅利埃的命之作 零命机制完整 一命二命性价比较高 三到五命提升平滑 六命进一步增加伤害 从机制上看 抽零命就可以 如果想作为队伍核心培养的话 一二命都有价值 但是平易玩家请量力而行 克老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即可 综合而言 艾梅利埃是一个当下版本 就有还不错伤害的后台输出角色 不过由于其机制设计 更偏向于绑定燃烧队 而当今燃烧队还未见雏形 对于多数原始紧缺的玩家而言 个人建议观望一下 后续新角色情况 再决定是否抽取 本期视频花了大量时间 对艾梅利埃进行实测和数据计算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视频最后 UP主还得求个三连加关注 你们三连加关注 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